另外欢迎收看7月15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配合中央振兴措施抢供国旅商机 花莲县府结合县内旅宿以及伴手离业者 参加15号在台北市贸易馆举办的2022台北国际夏季旅展 以回家花莲为主题将花莲特色圆明卖食 以及自然农特产结合多样特色形成 期盼邀请全国的游客来趟慢活的花莲深度旅游 由花莲阿勒菲斯文化艺术团炒热气氛 并将复礼到炒艺术级的新兴装置艺术搬到展场 搭配野餐书旅车展示有金融产品及圆明卖石特色 15日于台北市贸易馆举办的2022台北国际夏季旅展 花莲县府结合县内旅宿及伴手离业者 以户外生活风格意向打造花莲形象馆 呈现回家花莲 县奖徐振卫和台北市长柯文哲同台为夏季旅展揭开序幕 3 2 1 国旅不住先抢先迎出国旅游超前部署 7月主办的台北国际夏季旅展 一年巧合 连续三年都是在疫情循环后的第一个实体旅展 在关键的时刻对于受疫情重创流量的产业 因为各位的典型支持所以起了关键的作用 我们今年希望大家能够来到花莲 能够看到花莲是我们大家心目中的桃花园 也能够体现到花莲是大家心目中的心灵的这个归属 所以今年我们的主题是回家回家花莲 第一个小秘密就是满百送桃李 周周抽大奖 一共为期十二周 有120个奖项 欢迎大家每一个周每一周都抽出我们十个奖项 另外这个还可以到花莲旅游抽特斯拉 还有我们的勾勾龙 因为我们在推动永续 让花莲永续 旅游永续 地球永续 所以来到花莲也是为2030永续目标来尽一番努力 所以来到花莲 这个一炮非常多想 我想在这里花莲是大家最好的选择 振兴经济国立补助7月15日开跑 16日起的花莲红面鸭放暑假 22日的花莲县原住民主联合丰联节都将陆续登场 花莲县府观光处表示 旅展消费满1000元即可兑换摸彩券一张 有机会抽中免费花莲住宿券等猴礼 此盘邀请全国民众来花莲留得久玩得慢走得深 接着掌方言台北市报导 请各位观看